吳桂倫先生由一個平面設計師成為一個遺體防腐師 在這個歷程當中,他能夠更加體會人的生死 想問一下Passo,你處理過這麼多遺體,你會不會對人生有一個不同的體會呢? 我想在整個工作中,處理過其實也有幾千個遺體 這些人,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病而過身 最大的人,我可能做過處理過超過一百歲的也有 到十幾歲,到剛出生的也有 我想自己對於死亡的反思也是一個提醒來的 因為我們以為理所當然,香港人是全世界最長壽的 我們平均是84歲的命 但事實上,我是否真的可以活到84歲呢? 神是有去計劃,我知道的,但我不知道計劃的答案 所以其實我需要珍惜自己,可能真的每一天所做的事情 即使我都有自己軟弱的時候,但我想我也要有一個方向 我會知道,其實無論我自己做的事情,其實我是否真的 無論在做任何的事情都好,包括工作或者和身邊的人都好 是否真的榮辰一人呢? 我自己會想,其實就算我處理過一些遺體,其實不是年齡的限制 我想其實有些人都是很有錢的,或者可能他都是很有名的 我做過一些可能是我自己的親人,也有些可能是我朋友 甚至乎有一些是我弟兄姊妹,其實我覺得有些事情是需要珍惜的 我做這個工作,我想不是純粹是一個提醒的 因為我自己讀一些和生死教有關的課程,或者讀一些書 其實我發覺有很多不同的研究,或者有些人統計 其實過身的人之前他的後悔遺憾的事情,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和自己 生命以前沒有做過一些正確的決定,沒有追求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 沒有珍惜和家人的關係,我覺得這個工作好像見到遺體是很恐怖的 但其實他是給我一個機會去思考,去反思,去實踐,怎樣去過一個 其實反而是更加幸福,更加可以親近神,更加封城的生命